我们看到我们的Peter Jayden 现在依旧是以106个前驻保持领先 最短马的Hexcent依然是拥有49个前驻 非常的健康 剩下的5名玩家 最低都可以拿到 保底5至4万港币的奖金 冠军可以拿下204万港币的奖金 而这只是我们的传奇扑克 超高额买入系列赛的 一个热身赛 对 10万港币买入 是最低的买入的一场比赛 好我们的Lio 松的形象拿到一手十字的枪牌 看一看有没有玩家会去操作它 选择跟注 86同色 全球杂射 不是很好的一手精力Squiz的牌 所有玩家都和平的进入一个底次 那我们的Lion埋伏了KK 并没有人来选择下注 哇我们这边River中了三条 那我们KK要打了 Lion下注个20万 还不错 他虽然是很快的拿起了筹码 但是这个尺度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这里你下的太大 也不太好value到很多东西 我应该选择一个跟注 埋伏一手 那么Jaden也是可以跟哦 还有一个后门画的机会 其实有机会的跟 因为这下注并不是太大 看一下转牌会出什么 梅花6 哇 这边我们的 难受 难受 我们的 我们的Lion大魔王中了一个葫芦 其实零打 而且非常隐蔽 超级隐蔽 对 他这个转牌空降的顶葫芦是太难 太难 而且他的形象会这么松 我们的Winfer这里是要遭受重创啦 River这边应该至少还是一个跟注 希望不要去做过于激进的 他不会再O-in吧 他可能会O-in哦 这里 我觉得这个Kick6 我觉得在属于位应该不会 他还是会担心Peter Jaden 对 还是会担心 担心有 比如说勾勾或者说大巴一些东西 对 因为他的Kick太小了 如果他是A48的话 他可能就直接O-in 我们Jaden这里是扣不动了 Jaden这里是光一个9勾式很难扣了 看一下River 会不会开出一张8呢 194万 一张圈 这个时候他如果是直接O-in就厉害了 他直接O-in的话我们Winfer面临一个大的难题了 我觉得如果直接O-in的话 Winfer面临会盖掉 我觉得这边可以 我觉得会架直下注吧 一个难题啊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题啊 因为盖到这样子一张8是真的 好艰难的其实 面对这样子一个形象 他盖到这样子8非常艰难的 好艰难啊 这里如果是反过来的形象 那是很好盖 他面对我们的Lion 他是一个非常松的形象 可是我猜River是会盖掉 而且在这种三人底是 是连打三法 而且River的O-in是 非常松的形象 他这里 而且太隐蔽了 在这个KK 连打三枪 连打三枪 可是Winfer面应该也要想一想 他自己也不知道赢什么东西 连打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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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边 说实在的 真的不知道赢什么 哇 漂亮的盖牌 漂亮的盖牌 这边 这边有巴也输 然后 输太多了 JJQQKK 顺值 输是输很多 但是 连打三枪的这个东西 不太 真的很 真的很像是在 就是说 结合他的形象 可是我想不到 他拿什么组合 在那边偷 也有一些 overplay的 统花高张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Hackston 我没有设置 没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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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赢 只有6-7 8-6-7-9 6-7-9 对 6-7 这边有一个 可以 可以 要不然就是60万加住 要不然就是 all-in 都可以 all-in 那 扣了 这个是要上了 S-King 比 Q 好多了 终于 等到了一手激烈的对抗 短牌的翻前 如果你扣太多的话 你会碰到这样子的对手 短牌中 S-King实在太好了 比圈圈还要好 高张机的概率本来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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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ut 好 可是我们这边看到 拿走两张布拉克 拳拳拳对 A-King 两个花色也被Dominate 拳拳对 A-King 一个经典的跑马 一个经典的跑马 拳拳对 A-King 不好说 谁能赢 赢下这个底池 就重新成为我们的Chief Leader 710万的底池 没有任何的一个概念 他只剩下两张A两张K了 刚刚已经各盖掉一张 各盖掉一张A一张K 各盖掉一张A一张K 打好 那基本上是有hold住 基本上只有击中了 没有后门顺子的一个听牌 合牌 合牌一张A-子 合杀 合适啊 那么我们终于我们的短牌赛事3 我们Sonsheimer是拿到了我们的第五名 虽然有些一看但是依然恭喜他 这是我们的新面孔 但是在我们的比赛中依然是得到了一次 第五名的好成绩 甚至可能在伦敦战的话 会有50万港币的热身赛 因为主赛实在太大了 主赛的报名费是100万英镑 是主赛吗还是好可赛 应该是主赛 具体目前的安排还不清楚 哇 这边 Huston这边应该会主动做all in 那就是撞到了 他all in之后有可能我们Jayton还要call call住了之后 我们的大魔王 又要再上来搞一下 而且他们A勾是互相的 A勾是互相的前置住了 可能KK直接会收两家 会直接就是 Triple 这把有意思 这把有意思了 应该A勾是要call的 这里Jayton是可能要call的 他有可能会做一个reserve的动作 因为我们的大魔王 三十多个前注 占近十个前注 他选了all in吗 all in 那 KK不会盖吧 K不会盖 K埋伏成功 三加 Winver最开心了 Winver就跑掉了 Winver这里就 笑嘻嘻地忽然拿到了一个 捡到钱了 捡到钱了 他真的是捡到钱了 对 这样一次三加的一个all in 给Winver就大概有 大概就带来几十万港币的收入 对 赚饭了 不管谁出谁赢 就是几十万港币的讨压 只要这件事情发生 对 只要这件事情发生 就讨压了 这就是在比赛中的一个 数学上的一个 诡异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说锦标赛 锦标赛的核心策略就是生存 因为你只要一直生存的 其他玩家的各种对抗 会给你的筹码增值 自动做着赚钱 对 会给你的筹码增值 我们就这么算嘛 就比如说假设有三个人 每个人一万筹码 那一万的买入 那么每一片筹码就是一块 一块钱 但是一旦有人被淘汰 那么每一片筹码就价值更高 哇 这个有点惨 这个有点惨 一勾队一勾圈发了勾勾气 看一看能不能再一次转排空降 空降 空降 K 就两下就做应该 哇 哈克森有个free roll 哈克森筹码最少 如果开出一个diamond的话 那我们的 方便K就有一次了 方便K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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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K就贏的筛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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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贏的筛码 没有方便K 那我们的Leon是GG了 那我们的Leon是GG了 好 这边我们的 我们的 哈克森是赢了一半的筹码 一半的筹码 剩下的都进了Peter Jayden的口袋 Peter Jayden的口袋 Peter Jayden的口袋 他们也在非常的有意思地去讨论我们刚刚的大魔王6 几乎是crash了这个比赛中的其他所有人 然后在几手牌中全部输给了Peter Jayden 对 昨天也是今天也是 真的是从其他各种玩家 从疯狂的去跟人对撞 吸收到了超多的筹码 然后两把三把全部送给他 对那现在我们Wiver跟 哈森的筹码是差不多的 对 差不多有三百多万 三百四十万三百三十万的感觉 三百多万 四百多万 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 我给你那 OK 那我们这边Wiver有一个卡顺 然后我们的哈森也有一个卡顺 一个卡上面一个卡下面 两个卡顺来互相对抗 好 结果双方都在卡顺的时候 都没卡到可是都中了 多中了一个对子 多中了一个对子 所以我应该要去查一下 他可能找到什么 他可以赌120 好 好 结果就到River 就变成了一个分浅 两边玩家都是有很好的摊牌价值 这里其实打出去也不太容易得到插牌的致富 走一个二十万的下注 那只能是去call一个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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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时是不会盖给他啦 那其他的一些没有击中 其他的一些没有击中 可以打一些小 警线可以打一些小队子 我们的River 上一把的JQ秒 这把选择了O-in 还有玩家问到 班前哪两个棋手牌 差距最大 权益差距最大 那当然是AA跟最小的67 虽然我们说67这手牌是比起六勾 更加有翻后游戏性 但如果你要纯粹讲这个牌力尺的一个差距的话 那总归是这张牌里面的最小的67杂色 因为没有2到5嘛 好A9选择跟注 应该是圈钩领先哦这里 圈钩同色应该是领先的吧 应该有稍微领先一些 如果这里是10勾的话是领先的 圈钩应该还是领先一点点 圈钩应该也是领先 虽然它是有一个A的一个帽子 在长牌里面是A9领先 短牌在中间的位置的一些同色连张 是很好的一个胜率的 来我们看 草花 没有击中 即使没有击中 依然是拥有41%的盈率 那我们看转牌有没有来一张 JQK8 9 其实都有帮助啊 好 马上击中了一个Jack 反过来对手 这只有7个out 要么是有一个A的击中 要么就是一个8的顺子 停牌 没有击中 好 我们的River Double Up 看来我们这个Final Table 还是有得打 2.16% 一手A9不是一个很好的去call对手拳下的牌 但是也是一样的 根据凯利公式嘛 对手的筹码已经非常少了 不过更少我觉得 你想一下 你推40% 我可能跟一个假设我只能跟一个8% 对啊 五分之一吧 好 这手牌那就是随便你怎么搞的 随便你怎么搞的 随便你怎么搞的 看一看是怎么打 做一个加注吗 感觉是一个平跟 好做一个平跟 来 对手 对手 但对手有一个顺花双抽 那我相信Winford这边应该会做一个check race 应该是一个70万左右的check race 前门花卡顺带高章 啊没有高章 中章 前门花带卡顺的一个抽牌 如果没有梅花S 搞不好Winford直接all in 直接all in 真的 不给买 不给买 拿自己的最强的一个range 去抓对手 打得非常的好 真的是不给买 不给你任何机会 因为对手这里其实已经打出来 就说明有点祸 对啊 他就想看 你有祸 你能不能call得住我的all in 不跟你纠缠了 虽然他broker了两张 他肯定也是因为 我觉得J10很有可能会跟哦 跟了 因为Winford甚至他都有90的 90的一个组合 所以他有可能有一些 可能搞不好Q high还是领先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绝点看到对手的牌子 也是非常的神奇 吃惊了 你竟然拿这么大的牌 直接all in 厉害了 看一下 转牌 炸弹哦 J10 dead 连童话圣剧的都没有 炸弹哦 我们的Winford瞬间打到了800多万的筹码 变成trip leader Winford在短牌造诣很高耶 真的 他其实这里就想 我已经block了两张A了 那你打出来 要不然你就是像 八九啊这种 而且90这种 就是超级听牌 要不然就是 可能会七八两队 甚至是set七这种 那没有 没有 有此音乐 好 好了 好 好 很好 交流 经过了那手牌的交流之后 目前我们三位的筹码反而是 做了一个大转变 可是这把牌有点意思 我们两个玩家中了一个三条 我们的Winford就是 又要躺了 又要躺了 打牌最开心的 现在就是在三人桌的时候 唐检 最开心的就是看到三人桌的时候 另外两家莫名其他打起来 打的 一个很安全的三加固牌 都没有打 都埋伏 那这里 总该有人跳出来打了 做了一个最小的下注 好的 那我们的Peter Jettin 在这边会不会选择一个 也是一个小的加注 架子 因为毕竟带了出一张Ace 那也许对手是有一个Ace在下注 那这边他可以选择让对手多支付一些筹码 在48万的抵制中下注16万 选择跟注 打得蛮稳的 如果他这里选择跟注的话 那其实在核牌也不会打得很大 那其实在核牌也不会打得很大 他的跟注範围看一下 哇我们Hackson是集中了葫芦 在这个位置不太好 在这个位置不太好打 我觉得Hackson有机会做check race 还是他主动做一个大的下注 他其实现在就要想一想对手在转牌跟的范围有什么东西 如果他这里要做一个直接下注 可能会直接做到60万到80万 对60万到80万 满吃 可能会他去抓一些对手的一些顺子或者一些 一些疤 那可以打得更大 那这样子的话就必须去check race了 必须去check race check race可能更大 就是这边就比较 他现在应该就在想 就是 对手在转牌选择跟注手上有什么东西 然后能在 河流 在一个合牌支付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注吗 或者是 或者是check让对手有中的牌跳出来打 还有一种选择是induce对手的bluff 那我再打一个20万 再打一个很小的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有这几条路可以走 他感觉是要打一个overbet 150万 100万 100万 选择 葫芦 葫芦 哇 还是一个overbet z 赖刀 6-7 應該是過牌 高手不太會犯一些低級的錯誤 那比看起來比較穩定 好 又是一個頂set 頂三條太大了 哥們 兩張過牌 現在下注頻率是有點過高的 這裡會不會選擇平衡一些 還是會繼續考慮用敵對下注 60萬的敵持 應該要選擇下注來搶搶看 40萬 那我想Jetton後面還有一個Winfer 我是覺得會平衡吧 因為這個有點太大 也蠻乾的啦 沒有什麼可以買的牌 如果兩下都跟著轉牌出七就熱鬧了 對 蠻難的 要轉牌出七的話 Jetton也是覺得不是很喜歡 也沒有到不是很喜歡 是因為90是對手會有的範圍 可是他的牌還是太大 Jetton在想 應該是要跟還是要加注呢 他想的時候你看一動都不動 除了眼睛偶爾砸一下之外 整個人都一動都不動 他呼吸也非常平穩 我覺得比較傾向於跟著 我覺得比較傾向於跟著 超過一分鐘的時間 這樣會不會露一些馬腳 讓對手知道他的牌好像應該不簡單 選擇了一個Race 140萬 他對手扣不動啦 直接蓋給他兩家都 就是想要索取一些Value 他希望對手是買牌 好 鏡頭再帶回到我們的短牌的 喔 一個對決的牌出現了 可以打完的一手牌 一對一的平跟底持 有一個有兩對一個有下順 很有可能會打完 哈勝這邊可能 打個 我覺得會打蠻重的 可能打40萬 30萬吧 30萬 40萬 結果他打35萬 我覺得應該會打重一點 因為畢竟這個牌開太近了 而且對手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的去 阻擋對手的擊中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的黑桃 啊 10萬 結果我們都猜反了 還是蠻平衡的 之前好多次 20萬 他都下的比較小 可是都是Nuts 在Vlob他都喜歡下的小一點 但是在後面兩盒接他的槍都很重 然後我們的J10 算是非常小心 選擇只用跟住 也是MF一手 草花K 他這裡應該是中槍了 好 再來一個 100萬 我猜是個60 65萬 100萬 那牌還有成長的空間 還可以再買 買一個後門的花 好嗎 130萬 越加越多 因為我看了兩位後手蠻深的 要捶就是往死裡捶 67萬5千 他也會擔心對手是會有勾圈 正好是130萬的一半 我說是65 差不多啦 其實都差不多 你猜對了我猜錯了 他的Size其實蠻難捉摸的 之前的超級都沒有得到支付 現在想打得更加累積一點 而且他其實也是擔心對手有勾圈 草花石 這是最慘的一張牌 那我覺得 Huston這邊只能check了 尷尬了 尷尬了 所以只能check了 因為這張8發得太差了 真的發得太差 對兩家玩家來說都發得很差 因為這張8影響價值了 真的影響價值了 Jetton也算是小心 所以這一把沒有全部輸掉 那我們的Peter Jetton 現在是50個前柱 有一個S10銅花在這邊 River這也是蠻適合平衡進去的 好在這邊我們的 大家都沒有太大的集中 大家都沒有太大的集中 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有一個繼續的牌 那現在我們的Winfer 有一個 Winfer跟Jetton有一個雙頭勝的機會 我覺得Winfer這邊可以主動做一個下注啦 因為順便讓自己可以便宜的買下去 那他擊中一個8也有一個10的一個主檔牌 所以他這邊其實就算在核牌沒中的話 也有機會可以轉成一個投機 那我們的Huston是在買下面的雙頭勝 那 Peter Jetton這邊好像 在這個便宜的狀況之下也選擇了跟住 那Winfer在這邊似乎比較難做投機的架式 沒中的話 那Winfer這個check我覺得非常的好啊 因為他現在已經中了順子 那他也是希望有人沒有中順子來偷他 而且他也擔心會不會有人在埋伏更大的順子 那他這樣也可以減少自己的損失 他也可以選擇過牌跟住 600 那這邊 應該都是會跟住 那Winfer會覺得比較奇怪 這邊怎麼 就輸了一個Q10啊 那這邊感覺是call for chop 可是我們的Jetton也沒有選擇加住 那我覺得Winfer應該還是會選擇跟的 那我覺得Winfer應該還是會選擇跟的 還是Winfer想要Race把其他的牌打開呢 那我們的Huston 兩個有死的都沒打 結果沒有死的跳出來打 我們這邊Pieter Jetton有一個X Queen 應該會選擇直接Win 第一次有48萬 選擇埋伏 那我們的Winfer 在這邊 會上當嗎 Winfer還是非常穩 沒有因為情緒的波動 而打錯牌 那我們這邊Pieter Jetton有一個 Nuts for a draw 他選擇Check 因為AQ其實是有一些攤牌價值的 那又可以免費的買花 好 直接擊中了 除了現在JJ以外的Nuts AQ 還有銅花順 那這邊會試著下注24萬嗎 下注一個大毛 River 那 River中了一張9 這邊很有可能會做一個抵抗 並是在1對1的時候 看一下River會開出什麼 River會開出什麼 River會開出什麼 River會開出一張K 那我覺得Pieter Jetton 這邊應該會試著做一個大發的價值下注 希望可以抓到對手的一些順子 或是對手集中一張K 或是對手Slopper的Jetton 我覺得這邊蠻適合下一個100萬的滿持 River會開出什麼 這絕天陷入了場考 看一下籌碼準備要出手 結果好像比我想的還要多了一點 是一個overbet 130萬嗎 120萬 那wripper這邊應該是沒辦法跟住的 因為牌力也不夠大 在想對手會不會是用一些一張梅花來做一個bluff 我們的絕天非常的穩 不會從他臉上看出什麼表情跟破綻 這把其實這種超時下注其實在整個遊戲裡面 其實通常往往代表著很兩級分化的一些範圍 要嘛就是一個投機要嘛就會超大的牌 通常價值下注會這樣子打的 一般的價值下注會這樣打其實比較難一點 這把wripper損失慘重 籌碼掉到了360萬 那絕天這個overbet也算是滿價值的一個下注啊 那我們的peter jetton選擇繼續來埋伏他的ex queen 啊wripper這邊很有可能要出去all in囉 A勾比剛剛的A9大很多了 那我們的huston這邊應該會選擇蓋牌 那這邊wripper的處境比較尷尬 Jetton會跟住的頻率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他的一張jack被Jetton的 一張jack被Huston拿走 那他的exe又被peter jetton騎了一個角 所以這邊其實 這邊其實少了一張jack 所以對wripper的影響蠻大的 希望我們wripper可以 還有機會做一個翻倍 好我們看這邊wripper還有沒有機會 好667 那wripper還有一個後門花 跟一個 跟一個評分分錢的機會 所以開一張89草花或是7對他都是不錯 789 789草花對wripper 都是一個還有一點幫助的牌 喔中了一個jack 那只剩下三張Q可以幫到我們peter jetton 那只剩下三張Q可以幫到我們peter jetton 是一張7 OK我們的wripper順利的翻倍 打到了740萬 3 3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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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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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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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次可以坐山关虎斗 这首K-GO对上了我们的A圈 稍微有一点落后 但落后的也不多 不 也许是四个 我一定是三个给你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位给IKE 我还记得有一个大碗 看一下我们的翻牌 击中了一张A 好 那么给我们的Hexen留下的 依然是有三张圈的卡顺的一个出牌 Ace would be a good card 好 那么别人 如果盒牌是出现花牌 转牌出现花牌 哇 转牌出现花牌 其实对Hexen多散不错了 那现在我们的Jeton 是需要更额外的两张A和两张圈 四张出牌 百分之十四左右的胜率 看一下我们的盒牌 一千四百二十一万的筹码在 一千四百二十一万的筹码在和 哦 我们是直接是 损失了我们的 Peter Jeton 一千四百二十一万的筹码在 低持中 谢谢 您先感谢您的对手 他输掉了这手对抗 恭喜我们的Peter Jitton 在我们的第三名 拿到了92万港币的奖金 All in 然后Miao Ko 那这里的话他的一个All in 是遭遇到了我们的Winfor的Top range A8对上A-S-King 可能就是这样子一手牌 会使我们的筹码 有一个持平的阶段 We got him You hear the A-save? Yeah That's a powerful hand In back all right Natural 9 Wow 现在 有一个双头买顺 非常非常的大 双头买顺加8的击中 特别特别大了 奥子茫茫多 目前两位玩家 Do it again And that's cool 目前两位玩家 现在还是很多的chopped out It's just going to be a 6 顶住了 一张十顶住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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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this 1 2 3 4 5 5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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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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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可以 K时同色遇到A勾 还算可以 这样子一个对抗 落后不是很大 来看一下 这手翻牌 有1436万的筹码在底池中 我们Hexon还有6.6M的后手 WinFord是一张6 68K我们的WinFord是目前取得领先 那么对手在这样一个干燥的面 是目前只有三张A的组合去 赢下这个底池 只有三张A的奥次去反抄 一张7 并没有给牌面带来任何的改变 1436万的筹码在 在底池中 有89%的概率去翻倍 盒牌是一张狗 那么我们的WinFord是成功的通过这一次跑马 赢下了大量的几分牌 好不容易我们的WinFord拿到一手非常好的勾圈杂色 但是撞到了对手的钢板啊 这个运气的偏离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 可以看到连续几手牌 我们的WinFord没有一手牌是比Hexon强的 真的是很夸张的运气偏离 很夸张的运气偏离 很夸张的运气偏离 好 这个运气偏离 为WinFord带来了28%的一个赢点 还有五张出牌 还多了四张卡九的顺子出牌 32%的赢率 这手牌的赢家 看一看是谁 哇 击中 那我们的比赛就此结束 恭喜我们的WinFord是拿下了这场 传奇扑克2019年黑山战赛事3 10万买入短牌的冠军 我们的Hexon也是非常遗憾的区区亚军 但依然恭喜他 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WinFord是赢下了这场比赛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 WinFord for you GeorTech Champio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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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